无主灯安装不可忽略的细节 几乎所有的家装设计师 都推荐在客厅两边装两条磁吸轨道 如果要装这种磁吸轨道灯 最后一点 直接省下好几千 第一开槽的宽度 要根据轨道的尺寸来正常预留 目前我们热卖的型号是KW20款预买轨道 20款磁轨建议开槽宽3.7厘米 吊顶深度预留6厘米 35款磁轨建议开槽宽度5厘米 吊顶深度8.2厘米 所以要提前确认好磁轨的尺寸 在木工师傅吊顶时同时安装 第二于买款 最好选择带反边的 带反边的轨道条石膏板卡进去 平整无缝 基层做好后 不会像这种那么容易开裂 第三磁吸轨道条 可以随意采切的 长了采吊短了拼接 想做这种 买一个直角模块拼接就好 第四轨道 距吊顶边缘至少50公分 如果两边设有线形灯 或者有边吊 建议不低于90公分 防止后期墙面反光 地物全用这种一体式变压器 直接安装在轨道内 后期方便维修 坏了直接拔下更换即可 这样就不需要另外预留检修口了 如果还不了解 可以拿样品回去参考哦